请你 统尼 绿色绿色 第一条 垃圾分类太麻烦了 就这样扔掉算了 妈妈 这个下子还能再用 不能用了 快扔掉吧 你们好 我是垃圾大怪兽 珍妮 托尼 一次性垃圾变大怪兽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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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求它说好痛呀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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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保护它 塑料袋子和纸杯 还有塑料习惯 因为方便就乱用的一次形容品 垃圾桶里的垃圾 躲得装不下 地球上兑满了一次形容品 用一次就扔掉吧 我的体积越变越大 用一次就扔掉吧 我的力气越变越大 哈哈哈哈哈哈 用完就扔掉了 用完就扔掉了 不行不行一次形容品给用了 用完就扔掉了 用完就扔掉了 哎呀哎呀 地球它说好痛啊 彩篮子和玻璃杯 还有手帕 代替一次新的 可重复使用的东西 让我们更加努力 一点点减少拉筋 为了地球一起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 用一次就扔掉吧 我的体积越变越大 用一次就扔掉吧 我的力气越变越大 哈哈哈哈 用完就扔掉了 用完就扔掉了 不行不行一次形容品给用了 用完就扔掉了 用完就扔掉了 哎呀哎呀 地球它说好痛啊 小朋友们你们好 一次形容品是指 只使用一次就扔掉的东西 像装饮料的纸杯和吸管 还有装食物的包装容器等 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会用到这种方便的一次形容品 一次形容品虽然使用起来很方便 但会制造出很多垃圾污染我们的地球 我们处理垃圾时一般会烧掉或埋在地下 而一次形容品燃烧时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 即使埋在地下 分解也需要很长时间 今天大家用了多少一次新用品呢 以后让我们一起少用一次新用品 多用可以反复使用的玻璃杯 菜篮子和手帕吧 为了保护地球 为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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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啊